当前的国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上疯狂攻击中国,中国忍无可忍,对他们发起了反击。 一、中国要求对美国开展三个彻查。 最近,美国联合盟友肆意抹黑攻击中国,要求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表称,如果中国不进一步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将面临国际社会孤立。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在溯源问题上,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进行讹诈和胁迫,也没有权利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 中方郑重呼吁,应对美方开展三个彻底调查,一是彻底调查美国疫情源头,二是彻底调查美国抗疫不利的原因和责任者,三是彻底调查德特里克宝,及200多个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基地存在的问题。 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温促美国配合调查,提供透明的数据和渠道。 二,中国高调支持阿根廷马岛主权。 6月24日,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一场会议上,参会的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耿爽及其发言,强调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耿爽说,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 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几步光彩的一夜。 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国际关系中,殖民主义思维以及与此一脉,相承的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仍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仍在严重冲击正常国际秩序。 严重损害有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公平正义,确保真正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 继续推动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内的17个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 3、90个国家力挺中国新疆政策。 6月23日,加拿大联合英国等40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就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发难,要求中国必须接受他们赴新疆检查的无理要求。 在这次大会上,白俄罗斯代表65国发言力挺中国新疆政策,驳斥加拿大对中国新疆问题的武力指责,其之鲜明地反对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人权理事会支援支持中国立场,还有20个国家在单独讲话中力挺中国。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旭22日在人权理事会上代表近20国座共同发言,呼吁各国促进国际人权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达记者问时表示,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资封人权判官,热衷扮演人权教师爷, 却对资深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个别国家的人权记录出目惊心,他们有什么资格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我们奉劝这些国家好好照照镜子,深刻反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本国严重人权问题。 4.中国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 6月2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讲端,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上,就加拿大人权问题做共同发言。 4.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 5.发言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土著人人权深表关切。 我们呼吁对加拿大所有土著人,特别是儿童被残害案件进行全面公正调查,确保所有责任人被绳之以法,受害者得到充分救济。 共同发言对移民在加拿大拘留中心遭受歧视和非人道待遇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呼吁人权理事会、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和有关特别机制,持续关注加拿大人权问题。 5.中国联合韩国对日本青岛核废水表示关切。 6月2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中国公使讲端表示,福岛核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负面影响。 6.日本政府在为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废水,这一做法极不负责任。 讲端表示,人权理事会有关特别机制专家,已就该问题表达关切。 中方呼吁日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立即撤销错误决定,以负责任的方式同各利益攸关方及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不擅自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不损害周边国家人民的健康和人权。 六,中国谴责澳士兵对阿富汗的暴行。2020年12月1日,乌合麒麟创作了漫画和平之诗,画面下方还写着一行字,不要害怕,我们给你们带来和平。 随后乌合麒麟又发表了漫画制莫里森,赵立坚在推特中引用了这幅讽刺漫画,谴责澳大利亚士兵对阿富汗的暴行,称对于澳大利亚士兵的行为感到震惊。 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呼吁他们为此事负责。 莫里森恼羞成怒,无耻地要求中国道歉。 鉴于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中的卑劣行径,中国对澳大利亚展开了一系列反制行动,先后暂停了四家澳大利亚牛肉商,向中国出口牛肉的资格,对澳大利亚大卖进行了反倾销,反不贴调查,还禁止了奥龙虾。 红酒,煤炭冷产品的进口,今年6月24日,中国决定救澳大利亚,对自中国进口铁道轮骨,封塔,不锈钢水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向下提出起诉。 中国的反制行动获到了中国民众的大声叫好,绝不能让澳一边吃着中国饭,一边砸中国的锅。 这一次中国一定要痛打漏水狗,把五眼联盟中的澳大利亚这只眼戳瞎了再松手。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急剧变化,以五眼联盟,北约,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反华反俄联盟正在形成,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极端仇视与凶恶。 在美国领导下,这些国家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抛弃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制造谎言和事端不仅对中国发动科技战、金融战,还无耻地以侵犯人权为由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战争可以说是无耻之极。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被迫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发起了反击。 我以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鉴于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和严峻,国际斗争越来越激烈和残酷。 坚决斗争已经成为中国在当前形势下,处理与美日澳加英等国关系的必然选择。 这场斗争事关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一定要敢于撕破脸,敢于拼命,敢于流血。 要有舍得家里的弹弹罐罐被打碎,也要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彻底打败敌人取得最终胜利的勇气。 第二,当美日等国图谋以一纸所谓的仲裁书,将中国南海岛礁从中国版图上割走的时候, 有70多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国表示支持。 现在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在病毒溯源、新疆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的时候, 又有90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表示支持。 由此可见,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真正站在中国一边,对中国表示支持的仍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而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是中国的朋友的发达国家,则从未停止对中国的攻击、颠覆、破坏活动。 第一,第一步重点打击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以锦校友,然后打击日本和加拿大,最后打击美国。 对这些国家的斗争态度要坚决,绝不搞妥协。